上回我们说到耶律大石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耶律一列即位 因为年幼 所以就有母亲萧塔不焉摄政 萧塔不焉摄政之后 改元贤卿 仿照成天太后萧绰的故事称赶天太后 尽管耶律大石已经远征其欲 可是金朝对他的关注却丝毫没有放松 耶律大石去世的第二年 金朝朝廷就得到了消息 然后当时在位的金西宗就派了个使者 去招降耶律大石留下的孤儿寡母 不过因为使者态度傲慢 所以刚一见面就被赶天太后萧塔不焉 下令处死了 萧塔不焉摄政七年 看到儿子已经成年 就还证给了仁宗耶律一列 就在耶律一列在位期间 西聊的几个附庸之间 发生了一场大乱子 西卡拉韩国的桃花韩伊布拉辛 和他的狗罗路雇佣军首领 埃亚伯克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 最终冲突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在西尔河左岸的饥饿草原上 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击战 结果伊布拉辛兵败被俘 被狗罗路人当场杀死之后 曝尸荒野 伊布拉辛死后 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号称 恰格雷汉的阿里本哈桑 恰格雷汉继位之后 那当然得替父报仇 所以他罢免了国中所有的狗罗路将领 然后调击打军攻打狗罗路人 这次轮到狗罗路人惨败了 他们的首领比古汉被西卡拉韩国所杀 然后比古汉的儿子们 还有那些被罢免了官职的 西卡拉韩国的狗罗路将领 就逃到了花辣子摩请求保护 当时花辣子摩在位的杀 是当初归附了耶律大使的 那位阿拉乌丁阿基斯的儿子 伊尔阿尔斯兰 这位伊尔阿尔斯兰 可比他爹有心眼多了 当时他同时向西辽和塞尔朱帝国称臣拿贡 然后利用塞尔朱帝国再次爆发内乱的机会 稳步的向这呼罗山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如今狗罗路人穷困来头 这就让伊尔阿尔斯兰看到了向河中地区扩张的新机会 于是他就打着替比古汉报仇的旗号 出兵包围了西卡拉韩国的首都撒马尔汉 然后是在西辽还有撒马尔汉的伊斯兰教长老的调听下 双方最终议和 西卡拉韩国承诺恢复狗罗路人在西卡拉韩国的官职和领地 华拉斯摩也放弃了对撒马尔汉的围攻 之后西卡拉韩国的恰格雷汉去世 韩卫一度被他的侄子马哈茂德三世篡夺 不过作为西卡拉韩国的宗主耶律一列很快做出反应 他派遣大军驱逐了马哈茂德三世 把恰格雷汉的儿子马苏德二世扶上了西卡拉韩国的韩卫 在解决了西卡拉韩国的王位纠纷三年之后 西辽绍兴十三年 公元1163年西辽人宗耶律一列去世 耶律一列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耶律支鲁谷还年幼 所以耶律一列就留下遗诏 由他的妹妹耶律普苏安临朝称之 代仗国政 耶律普苏安设政之后改元重复 加尊号成天太后 和辽圣宗的母亲萧绰尊号相同 这也使得耶律普苏安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 以皇帝姑姑身份执政的摄政 耶律普苏安执政之后 可能是回忆了一下父亲和哥哥的执政经历 他就发现 在这西辽帝国之中 有个不稳定因素 葛罗路人 耶律普苏安觉得 这些游牧的葛罗路人 逐水草而居 整天在中亚各国之间朝勤牧处 首属两端 满世界的招猫斗狗惹是生非 这对于西辽在中亚的统治是个祸患 所以耶律普苏安就下令 把葛罗路人全都迁到喀什嘎尔 也就是今天中国的新疆喀什 让他们在那放弃游牧 改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 这道命令一下 葛罗路人是群起反抗 举足起兵 包围了直属于西辽皇帝的布哈拉城 然后布哈拉的行政长官一面就假意和葛罗路人谈判 骗他们说西喀拉韩国的可汗 还有华拉子摩的沙 都已经替他们向齐丹菊尔汗求情了 菊尔汗新的诏令很快就会来到 另一方面 他赶紧派人火速前往虎斯沃尔朵 禀报葛罗路人叛乱的消息 耶律普做完街道奏报 就命令东喀拉韩国负责平息此事 于是东喀拉韩国出兵一万 去布哈拉镇压葛罗路人 而葛罗路人因为之前刚刚遭受到西喀拉韩国的沉重打击 这回又听信了布哈拉行政长官的忽悠 所以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 然后西辽就把原本依附于喀拉韩国的葛罗路人 分成了三部分别安置在了耶密利 阿里玛里和海牙利 然后分别派遣少监进行直接管理 后来耶密利和阿里玛里的葛罗路人 在蒙古西征的时候就归附了蒙古人 之后就成为了乌兹别克人的族员之一 而海牙利的葛罗路人 后来就发展成为了哈萨克斯坦 中域资六部之中实力最强大的阿尔根部 耶律普苏丸成功的搞定了葛罗路人 这算是为西辽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不过相比于这点贡献 耶律普苏丸在历史上更加流明清史的事迹 还是他之后因为个人感情问题 招来了西辽历史上的第一次宫廷正面 耶律普苏丸是德宗耶律大师的女儿 那丈夫自然也得是门当户对的贵胄子弟 他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那位 六远斯大王萧沃里拉的大儿子 萧多鲁布 不过耶律普苏丸在成为了西辽摄政之后 却上演了一出伦理大戏 他看上了自己的小叔子 萧沃里拉的小儿子 萧普古之沙里 叔嫂二人是勾搭成奸 这种情况下 耶律普苏丸的丈夫萧多鲁布 就变得比较爱事了 恰好此时 西辽的重要附属国花辣子摩发生内乱 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花辣子摩的沙阿 伊尔阿尔斯兰去世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阿拉丁塔启师和苏丹沙赫 为了争夺花辣子摩的王位 爆发了一场冲突 一开始苏丹沙赫在他母亲的帮助下成功登基 然后塔启师逃亡西辽 请求菊尔涵的帮助 塔启师承诺 如果西辽能够帮助自己登上花辣子摩的王位 他愿意增加每年交给西辽的供父 于是伊律普做完就趁着这个机会 封萧多鲁布为东平王 让他率领西辽军队出征花辣子摩 帮助塔启师争夺王位 苏丹沙赫和他母亲听说菊尔涵的大军来了 吓得是立刻逃亡 去投奔了位于今天阿富汗的古尔王国 结果塔启师刚一登上王位 立刻翻脸就不认人 他不承认自己当初许诺国 要多交给西辽功夫 所以西辽只好又派人去古尔王国 召回了逃走的苏丹谢赫 把他重新扶上王位 而塔启师则被驱逐到了花辣子摩的西部地区 依靠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提供的宗教保护 这才免于败王 之后西雕大军得胜还朝 听说西雕大军得胜还朝的消息 伊律普苏丸坐不住 他本以为派给丈夫这么一个棘手的差事 他怎么也得在花辣子摩耗上纪念 这样自己就可以和小叔的情人亲亲我我了 可是他实在是太低估他父皇 打实林牙的赫赫为名了 菊儿寒的大军一到 这三下五出二就摆平了花辣子摩 所以伊律普苏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派了个刺客 刺杀了萧多鲁布 萧多鲁布的死彻底激怒了一个人 他就是萧多鲁布的父亲 伊律普苏丸的公公 西条开国元勋第一人 四朝元老萧尔里拉 要说这位老爷子那可真能火 他的老领导伊律大石去世都34年了 他老人家却依然精神绝朔身板硬朗 萧尔里拉听说大儿媳和小儿子和谋 害死了大儿子怒火中烧 立刻召集仗下亲兵杀入伊律普苏丸的公杖 是一通乱剑 把伊律普苏丸和萧不顾之杀礼全都给射死了 然后萧多里拉就拥戴人宗伊律一列的儿子 伊律直鲁古亲政 这就是西辽帝国的最后一位契丹皇帝天洗帝 这时候天洗帝伊律直鲁古在西辽皇位上已经待了14年了 可这14年里一切都是由他姑姑伊律普苏丸大圈独揽 所以作为傀儡的伊律直鲁古 根本没有机会去学习如何治国 只能培养出一身非鹰走狗的业余爱好 再加上已经90多岁的五朝元老萧沃里拉 再杀死了伊律普苏丸 辅佐伊律直鲁古亲政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西辽帝国就和之前的辽朝一样 又一次在一个不理政务 只知道游猎享乐的马上天子的手中 无可挽回的走向了衰王 伊律直鲁古亲政之后 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西辽扶植的花辣子摩沙阿苏丹沙赫病死了 他那个哥哥塔吉诗再一次成为了整个花辣子摩的统治者 而好消息是塔吉诗主动派来了个使者 表示花辣子摩仍然愿意继续臣服西辽 而且还表示准备补交花辣子摩这几年积欠的共赋 不过在此之前花辣子摩有个请求 就是希望菊尔涵能够帮助自己去对付古尔王国 耶律直鲁古见到塔吉诗重新臣服于西辽 十分高兴 他立刻穿职 派大将塔阳谷率领西辽大军出征古尔王国 虽说史籍中没有留下清晰的记载 但是结合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来看 塔吉诗的这个请求 其实是他为西辽精心设下的一个陷阱 因为就在塔吉诗重新成为整个花辣子摩的沙之后 他很快就和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结成同盟 攻灭了曾经圣级一时的塞尔珠帝国 塞尔珠帝国末代苏丹图和里洛三世的首级 成为了塔吉诗送给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安纳塞尔的礼物 之后可能是感觉花辣子摩伟大不调 安纳塞尔又把伊斯兰教保护者的头衔 转赠给了古尔王国的马利克 这就自然惹得塔吉诗大怒 他立刻发兵攻打阿巴斯王朝 强迫安纳塞尔承认自己是突厥斯坦 胡罗山以及伊拉克的苏丹 所以以花辣子摩如今的国力对抗古尔王国 虽然不能说稳操胜券 但也是足以胜刃 所以他去请求西辽援助 无非是想让这两大强林彼此厮杀 自己坐收渔翁之力吧 可悲的是 耶律直鲁谷还真就上当 西辽大军在渡过了阿姆河之后 遭到了古尔王国军队的夜袭 损失惨重 很多士兵在慌乱逃跑的时候 掉进阿姆河里淹死 耶律直鲁谷接到奏跑 大吃一惊 然后他就派了个使者去花辣子摩 要求花辣子摩赔偿西辽军队的损失 每个战死的士兵 一个金蒂纳尔 塔启师的本意本来就是想挑逗西辽和古尔王国互相厮杀 所以如今西辽人也死了 仇也结了 再想想花辣子摩掏钱 门都没有 所以西辽剩下的军队掉转枪头又去进攻花辣子摩 结果依然惨败 不过也是因祸得福 由于西辽这次出征表现的实在是太丢人了 所以由于西辽的接连战败 他反而暂时成为了西辽花辣子摩和古尔王国 这三家之中看上去的最弱者 因此等到古尔王国再次完成战争准备之后 他并没有继续和西辽纠缠 而是倾尽全力去攻打花辣子摩 这下花辣子摩真的撑不住了 这时候塔吉斯已经去世了 在位的是他的儿子阿拉乌丁·摩克默 于是花辣子摩再次向西辽求救 摩克默的母亲托尔汉太后 亲自出面款待西辽使臣 而且当场一口气就补齐了历年来 花辣子摩基建的西辽功夫 于是耶律直鲁谷再次派遣塔阳谷 率领一万西辽军队 出征古尔王国 同时他还争掉了附属国西喀拉韩国的军队 这次西辽大军大获全胜 古尔王国五万多人战死 就连他们的马力克也成为了西辽大军的俘虏 据说塔阳谷当时想干脆灭了古尔王国 把这一地区并入西辽版图 或许是因为兔死湖碑 物伤其类的原因吧 亲自率军前来驻战的西喀拉韩国可汗 奥斯曼伊本伊布拉辛力劝塔阳谷 给古尔王国流条火路 最终塔阳谷被说服 古尔王国向西辽菊尔汗称臣 在古尔王国缴纳了大笔的赎金 以及战马等物资 还有好几头战相之后 西辽大军撤军会国 西喀拉韩国的奥斯曼可汗 觉得自己在降服古尔王国这件事上立下大功 应该得到奖赏 所以他就请求耶律直鲁谷 希望他能把女儿魂呼公主嫁给自己 结果却遭到了拒绝 感觉自己受到羞恶的奥斯曼 转而和花辣子摩的摩克莫结盟 共同反叛西辽 史集中并没有记载耶律直鲁谷 拒绝和奥斯曼联姻的原因 不过盲猜一下 宗教原因恐怕是绕不过去的 堂堂大辽公主怎么能为了结婚 改变宗教信仰呢 要结婚 那也得找一个愿意为了公主 改变自己宗教信仰的父母 比如奶蛮国的太子 驱出绿殿下 西辽天息27年 公元1204年 号称是蒙古高原上文明成都最高的 奶蛮部被蒙古攻灭 奶蛮部首领塔阳寒 和他的弟弟不宜鲁黑寒接连战死 他的儿子驱出绿就逃到了西辽 耶律直鲁谷对驱出绿十分喜爱 不仅对他唯一众人 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浑呼公主 嫁给了驱出绿 结果万没想到 这驱出绿那可是狼子野心 西辽天息34年 公元1211年 驱出绿趁着耶律直鲁谷外出打猎的机会 突然发动兵变 抓住了耶律直鲁谷 夺取了西辽皇位 然后驱出绿把耶律直鲁谷 还有他的妻子菊尔别宿皇后 尊为太上皇后皇太后 自己当上了西辽的菊尔涵 两年之后 耶律直鲁谷就在软禁中忧愤而死 而西辽帝国的国运 也进入到了道际时 驱出绿原本是警教徒 当上了西辽的驸马爷之后 在妻子魂呼公主的劝说下 改信了佛教 可是驱出绿虽说是信了佛教 骨子里那点异神教的轴劲 却是一点没变 西辽帝国奉行了一百年的宗教自由政策 到了驱出绿这彻底终结了 可能是出于异神教徒的思维惯性 也可能是一种归一者狂弱 还有可能只是因为软禁了岳父岳母 想找个别的方法讨好一下老婆的娘家 总之驱出绿掌权之后 颁布命令 要求西辽帝国全体臣民 改信佛教 穿戴契丹服饰 如果实在不愿意信仰多神教 那也可以选择归一警教 但是伊斯兰教 这个绝对不允许 沃端的伊斯兰教大阿宏 公开反对驱出绿的命令 被驱出绿下令 钉死在了当地清真寺的大门上 驱出绿这一番道性逆施 自然就激起了西辽国内 穆斯林民众的强烈反抗 然后驱出绿就又玩了一招邪的 他命令手下的契丹和奶蛮的士兵 每个人住到一户穆斯林家里去 去帮助那家人认识正确的信仰 而就在这个时候 驱出绿的死队后 蒙古大军追踪而来 听说了驱出绿的所作所为之后 统帅这支蒙古军队的蒙古名将者别 立刻派人到处宣布 蒙古大韩尊重所有人的信仰 每个归顺蒙古大韩的人 都可以按照自己祖先传承下来的方式生活 于是西辽各地的民众是群奇响应 驱出率只得再次一路向西逃窜 随后在今天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瓦汉河谷 被当地猎人抓住 交给了蒙古人 然后那自然是被斩首失众 而西辽帝国的百年历史到这儿 也就彻底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